放心吧 嚕了 '. 活了 What's up 你现在正在收听 瘦虎肥龙 我一直以为是 肥龙瘦虎 肥龙瘦虎 瘦虎肥龙 你看我们几部熟 没有 你是唯一一个 来宾打断我们的intro 你是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 所以可以讲是 OK啦 算熟啦 还没有开始先 Sean 我是Sean AK SDBAK 小胖哥 我是小屁 Hi 我是Beezy Huan 今天我们请来这位 真的是喜北喜北会讲话 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讲 所以我就演变主持 你们两个准备被访问 你本来就是主持人 你是 没有 你已经在抢着我们饭碗 所以我要跟我的妹夫 就讲一下 你看你努力也这样久 你看我什么都没努力 我这人叫主持人 OK 她妹夫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艺人来的 是 所以Beezy Huan 我们最近也刚start了一个podcast Yeah 我们是competitor 没有这样子讲 我们是为中文圈努力 好像中国新说唱一样 Peace and love 我有听 我觉得不错 至少你们 你比我会讲 讲真的 至少你们有画面 我们没有画面 我有点担心没有画面 可是OK response不错 不过我觉得podcast 其实不需要画面 我们这个只是额外做东西 因为你有画面 人家就会当成是一般的影片来看 他会觉得 做什么你做一个小时的影片 所以我看到我遇到我一个朋友 他讲你找敦伟 对对对你拍什么 我其实也不懂 我到底是在拍YouTube 还是拍podcast 我上去了解一下先 我觉得这个算是podcast podcast YouTube只是一个管道 其中一个管道 因为有时候你讲好笑的东西 你要给人家看到那个表情 那个好笑的地方 但是BZ是非常的BZ的好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他 OK 我们再介绍一下他的多重生 我打断一下 你懂我敲这个节目 我敲顿尾敲一年了 我早上讲话 Shit I didn't know 所以我们已经message message很久了 Went Let's do it 一开始我想要做表的内容 然后大家就知道 大家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要做表的内容 会找他 那什么表先 手表 手表 你要不要讲好先 等一下人家不懂 然后有个女字旁那个表 表 然后很久 OK 然后我后来也想 要不然找他来做podcast 我觉得他可以讲的东西 真的是很多 是 然后OK 在前一个月 有一个月吧 差不多了 我也不懂 我几乎每个月 我们都在讲这个东西 就已经确定说 他要来podcast 对 对 然后遇到 CMCO 不问题 可以run CMCO 然后就直接 不能来什么鬼 那时候还不确定 对 刚 announced的时候 timing timing很重要 对 Anyway 所以观众可能还不懂谁是BZ1 BZ1是一位来自甲冬的华人 格凤最生产什么 你们自己最了解 然后 甲冬2没有我的演出 不用怕 同时他也是拥有多重身份 以前他有开过一家服饰店 然后本身也是有经营一个手表店 不要这样子 我们一个一个讲 然后现在他也是有经营自己的这个podcast 然后我觉得你算是style icon 网红这样子吗 当然是 其实我对我们觉得是他 他觉得是不是 我想问你们 你们觉得网红这两个字是什么 对于我来讲 如果你能单单靠你的social media来赚钱 你就是网红 我觉得我不是 可是我 昨天我原来个朋友 他就觉得他点心我来一个东西 他觉得还你的IG是你一个艺术品 你是在慢慢的去pink 所以就是我可以慢慢的排榜 我不需要讲 我今天有一个业配我需要去做 因为我每次跟他讲 虽然有业配也不错 就side in 有钱还是要赚的 这个问题其实 sorry 这个问题其实敦伟有问过 就是讲说 你会不会因为 我今天要发一个业配 如果他spoil掉 然后他弄坏了我的整个Instagram的那个fit 这个真的要拿念 然后你要敢敢的去跟你的client讲 去跟厂商讲 毕竟我真的不是靠这一行吃饭的 所以我比较敢讲 他有讲他有say no的权利 他敢讲 有时候还是要婉转一点 不能我跟其他类似的brand有tie up 其实是没有 我这样传出去不是够力 是 下次你讲这样子的答案就 人家要知道什么事情 可是你讨厌网红这个字没有 我觉得网红这个字有好跟不好 好像以前是这样的明星 但是现在的社会你是不会开电视机了 所以现在连老人家长辈 他们不懂 就是KOL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身份 他们就归纳为网红 OK 没有办法 我也是接受不代表认可 就是OK 至少你讲的对那个字 可是对我来讲 我是more than that 的东西 因为我不想被 就是网红人家会觉得 你只是靠颜值对我没有 我有的是实力 但是你觉得第一个职业 就像说阿环我跟高生认识 其实你是做什么 你通常会讲你第一个是什么 做生意 直接讲我是一个生意的人 然后那个style的东西只是 我从中学就一个喜爱的东西 对我有听到他的podcast讲了 真的是他很用心 他从中学就会去改裤子 那些会买converse 高统的converse走下来 所以EDC是炒我的 他今天是来第10人 你的那个podcast叫什么名字 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 就什么都讲 OK 他podcast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拍档 就叫Arnel 不好意思Arnel 不是故意不要叫你来的 这个东西已经讲了很久了 我也是跟Arnel提起来讲 我其实有要上顿尾的podcast 跟Sean的podcast 不用紧我们还是形式上有提起他 以前我是很讨厌 网红那个字的老师讲 是 就没有办法 他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贬义 OK 可是自从Gen Chuck那一集他讲了过后 他也是有点心 有改观的 他也是有讲说 我 如果你自由不认可你自己的话 这样子 你有什么资格要人家认同你 所以我可以讲网红 因为有包括很多东西 他就讲网红不代表 就是讲讲你不能一干什么东西 然后打翻整个船 不能集中打翻身 打翻身 我们要抛书 这一段不要剪 抛书包抛不成 所以其实有很多种的 然后就开始觉得 这个字其实没有想象中的 这样不好 OK的 这是现在的一个称呼 越来越普遍了 真的是越来越普遍 人家就见了忘记明星这个字 讲到网红 其实我也会问一个东西 你回去会不会归算盘 我戒指戴着 你做不到什么 OK 我发现到你以前 你现在他结婚了 他有女朋友 有老婆 你不要不要讲话 他有老婆 没有女朋友 可是你以前的前女友 都是网红来的 你看小屁孩每次 就是问这样的问题 之前人家来又问 跟老公过得开不开心 他就是接你们的节目 去挖人家的事情 是不是 我们坐下来的10分钟都不到 他就是要有一点料才好看 OK 以前你的女朋友都是网红 我知道那几位至少 你有没有在选女朋友 就算现在老婆也是网红 你有没有来 一定要是网红 那个东西 没有 其实算如果你们讲 最认可第一任 就是Nana OK 其实他一开始他不是 我觉得 他是Jo跟Jocha分手过后 我才去追的 然后那时候都没有什么IG 然后只是可能Franster过后的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不小心透露年龄 他对我了 Franster 我夸过任何的领域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我觉得 我再看回我以前照片 我觉得他对我是真爱的 因为真的是很丑 我觉得我 老实讲 我也觉得 一开始 我在forum看到他 论坛看到他 你要讲他很丑 以前 就长得比较奇特一点 现在比较像个人 帅 没有这样子讲 他以前就很帅好吗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个VisVim 那个Course 那个Sleep On 不要再讲成年王室 老人家就是要搬一些 这些旧的东西来讲 因为我看到有的没的 其实也是讲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以前的潮流 所以他也是经历过陈冠希 Crystal Fan 我们也是经历过很笨的年代 就是现在我们看 所以就不用去comment 我们以前也是经历过 来 然后讲回网红 所以你讲你没有特定选择网红 可是到后面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已经踩下去了 你突然间就觉得找一个 就觉得好像 我有阵子一个想法 真的没有 你现在挖洞给自己跳 我跟他分手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应该找一个圈外人 可是圈外人 他又好像跟我的生活不一样 OK 算了 我就继续 就是看回我圈内的比较好 理解 这样他讲的也是对 这毕竟是你的另外一半 要了解你的工作 我也要了解他的 他们就 我觉得是OK 不用再逗 所以现在是帮他下台 是有 是 回去要跪榴脸 好彩我老婆是已经在偶 没有得空 没有时间 恭喜你 恭喜 对 拍一下手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我们podcast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budget 就是要自己按了 没有现场观众 我看到你一公布这个消息 我就想到一个笑话 一个meme 就那个人讲说 当你的老婆讲怀孕的时候 全部人就摸肚子 很厉害 没有人辛苦 我老弟 有这样的东西 有 我很想share给他看 我们两个这样摸一下 哈喽 辛苦了 但是我们讲回来你说 如果你的第一个职业称呼 你是会讲你是生意人 这样我们就一定要来讲一下 你现在手头上在做住的生意 所以其实你在做住的生意 是手表店而已吗 还是有什么 我相信KFC爷爷讲的一句话 你一生人成功一次 做对一件事情 就很成功了 right that's true 就专注做好一件事 对 因为我觉得你喜欢一样东西 他一定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手表 还是背也好 对 可以开很多条路 开拓到更多的领域 这样子 所以你是怎样接触到 我是没有办法 是从小没有什么梦想 就觉得 对 我有小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在甘邦长大的 在乡村 对 就是在甲洞吗 不是 我以前上课是没有人性的 我上课是 现在讲到起境了 不是起 就是我跟人家讲 我以前上课 我一踩出去是没有马路 是泥土 然后我走了几步 就是鸡跟鸭的大便 然后鸡跟鸭在我旁边跑 再下一个小斜坡 就是很多野狗跟一些高脚屋 然后我才走了学校了 跟我现在的生活是人家不能想象 跟人不能相信 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小时候老师问我 就是你们会写一些我的梦想 是什么我的志愿 一些什么律师 医生 邮差 我是写我想当个有钱人 所以你觉得你 我从小就很现实 还没有到 人家觉得是 然后就 讲什么 生意是吗 我是问到你怎样去接触到 这个行业 还是你之前有做别的工 我在我Podcast讲过 就是三分是靠努力 七分靠副干 这个也是一点 就是我 阿松一开始实际上问我 副干是什么 副干又是爸爸留给你了 还是 你会不会好好去善用这个资源 又是那一个本事 这个我同意 至少 在我现在我觉得 我蛮爽 是因为人家看到 是我自己自身的努力 因为我有好好去利用这个资源 对 而不是我不是去浪费掉这个资源 也是有很多富二代 可能留下来 但是他们做不好 对对 所以他们就被称为富二代 对对对 可是以前 其实我一开始会有争执被 就觉得 还得家里有钱 什么什么 其实 就你不要去理人家讲太多 你太care的话 你就是一直要表现给他看 我觉得 这样你会辛苦自己 是 你就是往你最初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要什么样的life 以前我很讨厌富二代 现在是没有办法 还是你自己已经变有 没有 现在因为他的儿子 就会做富二代 没有 我很讨厌富二代 就我觉得 我其实我家里也是 就是算有钱 小康之家 小康之家 有钱算不上 就我会觉得 你有钱 你爸爸有钱 你厉害什么 你拽什么 有这种想法 可是后来就看到 其实比如说 Andre Ngo 你 其实算家里算是蛮不错 可是可以靠家里的资源 大家自己的努力 创出一条路才厉害 就是你走那条路 不要有家人的影子在 你就是很 对我来讲算是一个 不是很成功 算是一个小成功 因为后面的路还是很长 现在大家 predict不到 可是至少我现在做到的是 我能看到 future 的东西 就是也可以 以前我会很担心 如果爸爸不在的话 那棵大树倒了过后 我们就是一个小树叶 没有一棵树 没有一个根 树叶你就不能变回一棵树 可是当你努力了 你开始觉得 你的家人放手给你去打理的时候 你就是另一棵大树 对 然后就是到我去遮着下面的树叶树 所以你家里 你家里 股杖给你 你家里是做手表生意的 对 因为那天他的店新开张 Expand 算是 因为他在同一个广场里面 他开了一个比较大间的 那天我去看很大间 有以前的五倍 五倍 四到五倍 我觉得有 五倍 为什么会突然间 其实这行 我是之前 在爸爸已经做了三十年 我在十多年前 我已经结束了 就是我差不多 我也没有读到 我大学 我中学 甚至我中学都没有毕业到 我就出来社会打拼 你中学你也没有读完 没有 我很 proud 真的 这是high school dropout 我好像Bill Gates那样子的 可是Bill Gates是从Harvard 中学 讲真的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你讲中学要dropout 真的是很少 很少 也不算dropout 我有去考了 可是我就考了两天 我就没有去考了 就算了 就知道这个不是你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我很想赚钱 对 十多年前我接触这个行业 到这个行业开始 去到一个很饱满的时候 就好像你现在做影片也好 当你去到很饱满的时候 你就会 你的那个资金跟那个盈利 会被分爆掉 然后你就开始没有什么一个冲劲 因为那时我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我们就stop 我们就专做主宝拍卖会 可是主宝拍卖会是很好做 因为一次 ok 下部是show off 我一次的拍卖 我是赚几百万 我就可以花一个两三年 不做工 可是我觉得钱很好赚 可是 人生没有目标 就你看到 就穷的只剩下钱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你没有目标 就好像来的很容易 来的太快 那个钱来的很容易 就是我们要出国 没有东西做 每天就别生事看 就飞 你懂我飞一年的 机票是一百万马币 就太夸张了 就是看回去觉得 这个生活很 一百 so far 我们这样多来宾做了两季 这个讲的东西 真的是最劲爆 我觉得 我也是觉得很夸张 到我看回来的 有没有带一百万 就九百多千了 可是也是很夸张 是几岁而已 那时候 那时候我才二十三 二十四 我看 就真的是很废的 那个生活 很年轻就已经taste到 尝到这样子的甜头 就是很多钱的感觉 就那时候就那些名牌什么 就这样子买 没有去理 出国 我甚至跟我哥哥两个很无聊 就突然间买个机票去香港 吃个碗碳碗 就飞回来 我们是玩样子的东西 然后 我已经很努力在想 这个video放什么标题 还一年花了一百万去坐飞机 然后就觉得这个生活 其实不太好 因为没有目标 到最后 我爸爸有在跟我们讨论的时候 他觉得 他就问我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因为爸爸有一天会老 那时候我就有stress 然后我就有认真在思考 然后讲不如我们 做回老本行 然后我们就用了两年时间 去survey这个market 因为我们已经脱节了 到我们survey了过后 我们决定 OK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的圈子 因为我的想法是 你不能眼睛只是看locker 你要看gobler 所以我们的market 不是 我看的那个生意方式 不是在本地看的 因为本地 都是一群长辈在做 所以我觉得 已经是很难 有一个新的形式 去经营这个生意 所以我就去到外国 我就觉得 他们是追究坏 利润少没有关系 就追究它坏 然后 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都删除掉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就是两年前 那时候也是有一点难 因为我们去了很多大商场 他们都拒绝我们 怎样去大商 因为那些商场 有competitor在 就说你要在那边开店 对 然后他们都觉得 我不应该在那边开 到最后 为什么我选择在PJ 是因为我们也是 没有办法之下 就觉得OK 我们就失PJ 结果也是 我觉得做生意也是要大胆 对 然后我也很庆幸 我在PJ 是因为PJ 是一个新的环境 跟KL的那些人 是不一样的 其实PJ 算是后来沮丧的 对 我觉得PJ的客 很steady的 对 然后我就跟商场讲了 OK 你给我两年时间 我一定是把我生意做大的 因为还要跟我签业 还要签三年时间 我讲不要 你给我两年时间 我一定会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做到两年 我就expand到达 就是在 还在顿尾 就是Rowback回去 顿尾讲的那个 我就真的是做到两年 很大件 然后我就站在外面 一支标都没有 太早去了 没有 因为关店了 因为关了 因为最近疫情 然后很早关店 然后我就去那边的时候 我就看 吃到阿华的店在这里 然后去看 我本来想说 我要去看一下手表 结果没有东西看 还有要补充一个就是 就是网红跟KL这个身份 其实对我生意有帮助 因为 我不能没有跟你讲过 就是现在这一集 很少有讲生意吧 没有 可以讲 生意 就是我是有一些生意的东西 要问你 就好像你 我们大家都是卖产品的 好像顿尾也是卖产品 对 无论你在拍片 你的片就是你的产品 对 好像你做 against that 衣服就是产品 对 为什么人家要买你的产品 第一不只是你的产品要好 对 而是人家买 对你的信任 对 就好像我 如果是突然间 如果是我这样东西 这个 这个杯 OK 可能它只是值一个 五块钱 是 如果有一天马云来讲 他可以升到五千块 你会买吗 我觉得很多人会买 我是不会 五千 因为人家相信马云这个 就是我们 就是我用这两 这几年来 build up 人家对我的一个信任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网红这个身份也帮了 我生意很多 这个算是你给人家的一个价值 人家是相信我 相信你 就可能我要买表的时候 我先说一下 他卖表其实不便宜 都是比较贵的表 就是从 应该最便宜的就是 Rollex 都几万块开始 几万块马币开始 所以人家买这样子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去另外一些店 跟比起阿环的店 阿环好像比较有公信力一点 他不会骗我 应该 对 这个是你们买我的信任 明星代言 所以为什么YouTuber 现在带货 这样厉害是因为 观众群跟消费群使用 就是他信任这个人 对 萤幕里面的人 对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想要问 sorry 我想要问你的是 你刚才有提到 珠宝拍卖会之前 对 所以珠宝拍卖会是 怎样的一个形式在运营 我觉得是蛮lucky 是我遇到文莱的王族 因为王族 他们一定是很多 富丽堂皇 钻石珠宝一堆 因为他们真的太多 对 他们也觉得 我多到 他讲讲我们的鞋 你多到 你以前觉得极美的话 你都不会穿回去的 你当下很喜欢 可是过了 你来到一个五双的话 你就会忘记 你就会忘记第六双 那个鞋子的存在 所以他们一样 他们就太多了 这种外来东西 而且是不用钱买的东西 他们要怎样 他们要shopping 他们要满足 因为每个人有欲望 他们也是有欲望的 也是人来的 所以他们就把珠宝 卖给我们 然后 我们从王族手上得到的珠宝 不是外面街边店 就能买到的珠宝 比较珍贵 比较稀有 对 所以就是 真的是赚大钱的机会 然后就去国外 就开会 拍卖会 对 这样拍卖是不是 真的是哪排那种 它有三个形式 电话的 然后live的 跟现场的 OK 通常我们都不会去看 因为你会 你会一直啰啰韵 就是拍不拍的商 拍不商也不用紧 因为你有一个底价了 他不会 他流标都好 他不会亏卖的 OK 对 而且拍卖会爽速 那个东西会超过那件 好像Nego之前也是这样 因为 你要抢 对 就是你跟我抢的东西 我要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抢 你会觉得 我要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抢 但是就一直把 最后赢的是谁 就是我们 卖家 我真的没有去过一个拍卖会 很闷的 是很闷的 有生之年 我有去过Nego 那个是 因为自己喜欢fashion 所以那时候Nego 我有一直在 从早上留到晚上 你在现场 Nego没有在的 可是我去看他的物品 一直被拍卖的 你有买 没有 没有钱 OK 这样子之前 他就讲手表店 我有跟他讲说 你还没有来之前 你要不要拿几个表来 给我们见识一下 就可能 我不懂你带哪一个表 我就跟他讲 好像比如说今天 我是从 我穿G-SHOCK 我穿 可能SEIKO好一点 我要 我赚了我的第一桶金 我要找阿环 买一支入门级的表 我现在要靠赏自己 我要靠赏自己 然后你会介绍我哪一个表 镜头拍 镜头在这里吧 你随便拿起来就可以了 我的最入门表呢 无容之一 就是这个Apple Watch 什么鬼东西 Apple Watch 你没有卖 你有卖Apple Watch 因为我 讲着我自己卖名表 我最想戴Apple Watch 因为我做工方便 OK 可是 我放一边先 我跟你讲 我昨天才买Apple Watch Oh shit Nice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很懒惰运动 然后我想要激励一下自己 所以他真的有这种魔力了 OK 来我给你们讲 先不要讲入门 先我觉得最值得的 就是现在人会觉得去炒什么 潜水表 绿水鬼 对 那个我就没有带来 因为我觉得 全部人都懂东西 就不用再去讲了 所以我就带我自己 本身蛮推荐 我也觉得很好的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Explorer Explorer1 就是他的型号是214270 OK 这个后置就放图片上就可以了 跟我手上这支是一模一样的 我一个款我收两支 为什么呢 你会看得到 OK 我手上这个是第一代 然后这个是第二代 然后呢 这个的Iconic呢 是369 你上网学下 你会看得到 James Bond就有带过的 就很早期的 369就是劳力师 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代号 等于我看过369这个字 369 然后为什么 给Sean看一下 拿好一点 就是如果外行人 外行人是看不到太大分别 对对对 你手上穿的是第一代 这个是 对对对对 就是214270 有什么差别 8万个Mk2 等一下我给你们解释 OK 为什么Explorer1的369 是这样大呢 第一它是一个探险的系列 所以你们潜水啊 就是潜山洞啊 很暗啊 爬山啊 一定要很光的那个loom OK 所以呢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一款为什么出现 Mk1跟Mk2 是因为这一款的 你看Mk1 它369是没有夜光的 OK 所以它只是出了一个很短的时间 它就去了Mk2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是什么 它没有热气 我觉得整个表很干净 还有呢 还有呢 我觉得这个表 如果你摆着不带的话呢 它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难装表 可是它上手你会有一种觉得 真的是美的东西 而且也不会太show off的一个表 这是表其实是在什么年代初的表 I think 已经有几十年了 你有记错它的型号最初应该是什么1019 我不太记得 OK 所以你现在带着这个是新款的 算是Current的 可是我两个 因为它其实它的本身真的是就一个链的 钢链的 只是我觉得两个都钢链 所以我就把它换成一个灰色的Rubber 所以这个是劳力师的这个Explorer 多少钱 这个它的原价是在2万多 现在它的市价呢 二手市价 二手市价呢 如果你这样看年份 我跟你讲 estimate是2万7到3万亿之间 OK 新标就在3万3 所以它已经是升值了 Rorlex升值是真的 对 我买的时候这支我才买1万5块 OK 这支我买是我去年我送给自己的一个结婚礼物 我买的时候买的是2万2 接口来的 真的真的 要买东西 要买的接口 奖励自己 OK 所以这个算是入门级 你觉得是入门级 因为现在人追求是什么 运动款 可是我其实我现在很推荐是 比较more to basic的 因为我觉得表跟fashion 为什么里无开心 因为我觉得fashion是一个cycle 它会回来的 现在又可以又流行回拉拔裤 对吧 就好像表也是 就是当你追求一个很美的东西 你旧了也会闷的 你到后面还是back to basic 所以老历士 在今年8月的时候 他们很推他们一个事例 叫Oyster Perpetual OP 就是你看到那个power and your color 对 我有看到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心里面predict的东西 真的是会实现的 所以我就很推荐这个 就是掺杂于运动跟经典的 肢机那种感觉 explorer 对 它就不会太夸张 然后为什么我会带这支GMT Master 2 这个很常看到 做微商 做保险 必备 尤其是它的Batman款 蓝色跟黑色 这个是 它在2018年已经停产了 最初在2007 2018出的时候才2万多 到现在二手已经在5万亿到 翻一倍 翻倍了 对 我在2018的 2018新表的时候已经在3万6了 现在已经去到5万多 所以我觉得这支也是蛮值得投资 第二我不太喜欢很多颜色的东西 对 所以这支也是我自己从很低价 我是2万5我就买回来了 反正已经是5万多 所以这三支表 应该是我都赚钱了的 所以我补充一句 就是你们买表 不要嫌贵 你嫌贵 你以后就觉得 你买不到了 更贵 对 然后你不相信我不用讲 你要相信那些企业老板 他们的眼光也是很厉害 他们不会这样纯纯的 亏给你的 他们也是懂的 那一定 他们觉得贵 他们买 他们相信 可以 我的这个是 G-SHOCK 5600 跟END HOLLYWOOD的联名款 还可以从这边八楼丢下去 也没有信 我觉得是要看人 有些人喜欢明贵的表 有些人不喜欢 有些人就觉得G-SHOCK可以穿一辈子 真的是有恶不忍的 是 到最后还是跟我们穿衣服 你还是要穿回自己喜欢的 但是手表 其实为什么他会 针子 对 为什么劳力是 这期我们先讲 比较大众的明白 为什么劳力是 其实劳力是最赚钱的 不是这种运动款 他最赚钱的是那种 就是那种经典款 他这种就是一个 Hunger Marketing 就是 饥饿行销 就是他可能跟你讲 你必须要买一个五粒的 你才可以得到一粒千水表 人家就觉得 这个千水表应该是 手表借的GOROS 所以他就是病人多 医生少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很渴望 可是他们的款 好像我这样不会的人 我这样子看他们的款 好像来来去去都一样 对跟女生看车是一样的 其实他可能稍微有不一样一点 你觉得我的SEIKO XKX007 跟这个GMT是一样的 我女朋友是觉得一样的 其实都大同小 现在很多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款的卖 就是分有GMT 他们觉得劳力输出这个可以卖 所以我们也一起玩这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很多人也是觉得鞋子 你穿normal鞋 这个Nike鞋 跟这个Nike鞋 有什么不一样 DUN跟AJ1有什么不一样 对 他就是贵在他有GRAir 然后懂货的人就懂 你真的喜欢的人 你就会很追求 我是这样子觉得 表跟fashion的概念 是你只是产品不一样 卖的方式还是很像的 所以这个他带来今天 算是很入门级 因为2万到5万块 我觉得对可能一般人来讲 还是比较贵 可是我还听过那种几百万 都有 那种真的太夸张了 对到那种几百万的 我也是很好奇 为什么一只手表会去到几百万 他们的原价有一些 好像我今天来了一粒 185万的 185千的是180万 185万 180万是1.8mm 1.85mm 1.85mm 然后其实他贵在于什么 这个是一个百达菲力的 一个叫星空 我知道 Selestial Moon Age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原价已经是在150万了 所以算起来它的Premium真的不多 它的Premium才多一个30万 然后为什么百达菲力的表 永远是保持在第一 是因为百达菲力 它不会跟随潮流 它自己是保持自己一个很好的传统 就是百达菲力有一句话叫做 你现在买的百达菲力不是给你自己的 你是for下一代的 它这句话真的是很强 所以百达菲力 它一直很讲求quality 所以他们的公益是去到很细腻的 可是讲真的 你看到那个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表 你就会懂为什么会降贵 对 你会看得出那个感觉就是 你会被吸引到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做表 就好像你在银行 你做考虑 你算钱也算到闷 对 可是你当你看到一些 我突然间一大块钱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吓到 你会很好奇这个钱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这样子的概念 有没有 还有美的东西 你要热爱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才会帮你赚钱 对 这样子的 真的是穿上这样子 没有啦 他们这种我觉得应该不会穿 都是放在家里摆的 这样子而已 只是有一点东西不方便讲 不出见 所以除了这个表店 你还做过一个服饰品牌的店 跟Joachia Justin还有Fahan 就是我们的现在现任首相的儿子 对 叫做disappear 现在真的是disappear 我们的本来disappear 这个想法真的是disappear 可是OK 为什么会倒那间店 那间店不赚钱 其实到最后还是归为利益 真的不赚钱 可是也没有亏 我们就当做是玩了两年 就这样子 那间店也有两年 有啊 蛮久了 可是也好是我们 曾经在这个圈子 有在贡献 就是为那些比较avanguard的一个brand 就是给他们一个 platform一个平台 为什么我给你讲 为什么我叫disappear 是THIS 对 因为人家会觉得avanguard的东西 是disappear的 是找不到的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disappear 是disappear的 出现在这里的意思 这个是有的 就是我们有这个概念 对对对 OK 这样子 我要开店了 顺便打广告一下 我要开店了 我知道 在gasket alley 对 会做球 做球 给我讲一下gasket alley so 你会有什么建议没有 你给我 我觉得你应该会蛮聪明吧 不然你会 我觉得你应该也深思考虑过 为什么你需要开一间店 是啦 你还是一年 你还是可以 OK 算了 到最后你还是要赚钱了 到最后还赚钱 尽量在自己的branding 我不太熟悉服饰的一个实体店 尤其是现在这个情况 你敢开店 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我是反反向思考 就这样子 是啦 就觉得我们生意 为什么现在很赚钱 我也是这样 人家不能做的时候 你就要做 你就越要做 对 你不要觉得你不能做 而且我也不要做 不try哪里的 是吧 因为现在人家全世界 全马 没有得出国 对 然后ft的巴仙拉低 然后在7月 有100个billion的钱 进了那种股票了 所以为什么 他不受益于那些 进大地产商的 那个钱是直接进户口的 所以我们这一行 是很好做的 卖衣服的 卖luxary goods的 卖名车 卖物质 都受益 所以 就要在封关这两年 我们就要一直冲 这样子 小你的生意没有变好 应该有吧 还不够luxary 我觉得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反而是 因为luxary的人 本来我觉得 可能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也不会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反而是比较 比较中下阶级的 才会受到很大影响 尤其是刚刚 刚刚想要有自己事业 那些会受到冲击 因为 他们刚刚存了一笔钱 对 哎呀突然间受冲击 这样我的钱不是流失掉 就是他们会 会更小心的在花钱 对 反而你 真的是要大胆 可是我也明白了 因为资金有限的时候 你真的会担心 对 这个东西 可是为什么大企业跟一些brand 不会倒呢 是因为 你已经做这一行 打在这一行 已经占了30年 不会受那个一年影响的 除非你很挥霍 因为我们 我建议你们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个公司 公司要怎样强大 不是因为老板有钱 是因为公司要有钱 你的钱 最好是我们老板 也属于帮公司打工 就是我们出一份薪水就好 对 我们有的资源 全部就要灌进去 除非 of course我们有时候也是要 满足自己 因为你不是 赚钱没有一个目的性 我们也是要买东西 买家 买一个比较好的车 对自己老婆好一点 所以我建议就是 你们赚到的钱 灌多一点在自己的事业 让自己的那个公司 肥一点 不然你公司没有钱 他售售这样子 突然间疫情 你没有了吃饭 对 因为很多年轻人 现在他们 我看到就是 他们赚到的钱 是给自己的 自己拿来花先 所以你们就看到 光鲜亮丽 可是 就公司 有一点 火水了 已经到 已经到 到逼之了 对 然后讲到生意 我们就问多一题 生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 Supreme 是给那个 VF公司 我那个真的是 我一醒来 好像看Coby Bryant的新闻 像吓到我一下 你真的会很惊讶吗 我真的会很惊讶 Supreme能去到这个价钱 你是惊讶 他去到这样的价钱 对 我也很惊讶 他卖掉 OK 就没有预警之下卖掉 就是到21亿美金 21亿美金 对 多少钱 你那天算去 我就换去 80多亿 马币 有谁要买Future 80多亿马币 我就 What the 我当时候 我看到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OK You know They are here to make money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敦威也是很惊讶的那种 对 他其实这个概念就好像 Shawns Lucy Shawns Lucy很早就卖了 可是 他保留就是他的签名 人家就觉得 可是他已经 我是明白这个道理了 可是 Supreme卖掉 会让我很惊讶的原因 是因为 OK That A了三秒 没有啦 你我 诚诚 就很多公司来讲 他卖给VF VF是一个公司 真的是公司来的 一个集团 一个集团 就他们做什么设计都好 他们都会有事先算过 哪个颜色好卖 哪个设计好卖 我们就做多一点 这种概念 跟Supreme以前那种很exclusive 很limited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所以我在想 是因为这样子 VF早就有预谋 就是一直丢Nordface 给Supreme跟他collab 本来他们的Vans 那些 那些 有可能的 因为从这一种东西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brand是真的 OK啦 Supreme 无可否认 就不会去质疑它 到底好不好卖 Supreme现在注册到了 我很好奇这个东西 怎样讲注册商标 Supreme 这个字是很难注册 对 这个也是一个东西 因为Supreme是一个字 英文单词 怎样去注册商标这个东西 然后那天我看到这个 Article 文章 文章的时候 他那个Supreme 打在文章内 是有个R在那边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已经被VF 就注册了 他叫Nego Nego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字 就被他自己注册去 因为我也是有 那时候在讲 要注册FutureMate 然后那个人讲 你单单FutureMate 这个字 很难注册的 因为这是一个Normal的字 我就是想FutureMate 哪里有Normal 没有人会用 字典没有这个字 是 然后我就想到Supreme 那些不是更Normal 你怎样去register 好像什么Hawaiian Supreme Fiza 你讲的时候 我还想到很久 什么Hawaiian OK 我就想到一个东西 是你在你的Podcast 你有提到 好像要帅的话 一开始你也是要有钱才能帅 你是不是提到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一定要Affort到 你能买一些东西 每个人有钱定义不一样 对 但我始终觉得 Quality还是Bit Quantity 这个东西 对 为什么你们要卖好的衣服 你们就要让你穿得好看 对 你不可能一件衣服我买25块 变成你来的群就是花25块的人 对吧 我就是这个想法 不是林俊杰那首歌 什么 曹不需要什么钱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我觉得林俊杰有时候其实 很惨 他还蛮惨的 我觉得很好笑 标题很好笑 我会有看过一个是他们写 他是潮流灭火器 就他穿Supreme 穿什么鬼 再帅都好 你都会觉得 OK 好像不帅 如何把一个25000的鞋子 变成250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是人家穿 很难讲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什么东西都会放大 这个是我觉得 他必须要承受的压力 这个真的不简单 OK 我们back to 为什么我讲 一定要有一点钱 阿环在带着我们这个节目 不要拉太远 等一下 为什么要有点钱 是因为我觉得 你喜欢的东西 仍有追求了 对 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为时穿一个 当然 我不能 就好像阿杰讲的 也不能一直干 打翻整个船 终于讲对了 我想了几句 我扑四十五分钟 我才讲出来了 OK 我觉得 以我们 就算你看到群众 我觉得为什么会看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追求的 如果没有追求的人 是应该不会看我们Podcast 因为我现在以我们这一群来讲 就是我们一定有一个追求 所以你一定要赚多钱 去达到你心里的一个欲望 对 所以我们是永远见不到UFO 老高讲 有欲望的人是不会去到第二次元的 OK 这样要聊UFO OK 我这个就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我跟你讲 老高讲的话 很多人都把他当成神 所以我每次跟我老婆讲 我妈到底是不是上面派下讲完就走 是不是啊 好像你会 sorry 你们自己自创brand的好 你们还是会买其他brand的 对 如果其他brand很贵也好 你是不是要把自己产品卖的好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钱的一个 这个推动就是万恶为首就是钱 对 我觉得阿环讲那一句是没有错了 而且他是 他是比较现实的讲出来 很多人很多人不敢 很多人不敢讲 不可能 每个人追求的 一定要追求的 但是我就要问看一句 如果我要像你这样帅 我要每个月赚多少钱 多少钱 我觉得我的帅 我觉得我们应该投胎比较快 屁 刚才讲一个月 一年花到千金5万元 你讲Podcast 你的Podcast 你会只是讲潮流东西 还是你什么都讲的 所以为什么叫有的没的 只是暂时还不懂他讲我 But incoming的路的 应该都还会讲我本真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们的报告很短 所以我只能很浅白待过 因为我希望就是有多一点 就是让听众更了解我 而不是 因为你们实底下认识我 就是很费 讲很多很老笑的东西 就因为他费 今天我才敢讲多一点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他们看起来问我的时候 为什么不可以讲 你讲 因为我每次 其实我觉得是多问的 因为我每次都会想到 我到底什么不可以讲 因为 就我连空肚子吃早餐都不怕 我还怕什么 OK 什么都敢讲吗 每个嘉宾我都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跟我讲一件事情 是你妈妈不懂的 我妈妈不懂 我妈妈应该很少不懂我的东西 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 现在还是住在一起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homeboy的 就是我会 我妈妈 不会 不会 我是比较喜欢照顾到家人 OK 看到我家人 然后 我讲一个 我这次我觉得我会离 可是我尽量接近一点 我讲一个我妈妈 我本来以为我妈妈懂 是不会讲到东西 可是又很好笑了 OK 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 OK 然后我就有一些 因为我是 我爸妈妈长期在外面打拼 我就是被我的婆婆 我表哥他们照顾了 我就表哥他们中学 我小学 我就 因为你小孩一定急着长大的 我就跟他们去楼梯口 看他们抽烟 他们就讲一换鸟要试看 我就觉得抽烟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就 就试抽 然后我就回去 坐在电视机客厅里 看那个妥卷细节 警察很喜欢报应 然后我妈妈坐在那边 我看起来一下我也是这样子 几岁 小学 10岁 就这样子 这个给你 他的反应是怎样 我妈妈就 可能他也成人了 他觉得这个小孩 不懂是笨还是诚实 我觉得你妈妈 应该觉得很好笑 我的反应应该也是会这样 他把他有训练一下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抽烟是不好的 我没有讲你们抽烟不好 只是那个年龄 不适合做这个东西 of course 你们长大 有自己的决定 我一定要把他圆一下 没有 但是抽烟 抽烟的确是不好的东西 上身 可以这样讲 可是烟 这是一个拉近人的距离 这个我认同 可是你现在都不抽烟吗 我不抽 不抽烟 讲了几兴许 我不抽烟的 他是不抽烟 也不喝酒 有了 小喝两三口 他真的很少喝 他很少喝 所以我 我有经历的 我为什么不喝酒 是因为我在十多岁的时候 我喝酒 我起身我车不见了 What 然后那时候我才 从此不喝酒 你可以讲一下那故事没有 没有就睡醒车就不见了 就这样子 睡醒是在哪里睡 就在家睡醒车就不见了 所以你就忘了 你到底有没有嫁回来 没有 我的朋友有帮我嫁 这样关喝酒什么事 我喝酒有断片 我断片 然后我没有开车 我朋友把我开 在外面开回去 然后就睡醒车就不见了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不喝酒了 然后你问那个朋友没有 没有 因为我很熟的 就很brother的 因为我也很清楚 我下车的时候 我还刚拿着厕所时的 我还double confirm 因为我知道我很醉 所以我也要 confirm 说是在我手上 你车不见了 你的厕所还在没有 在 在 怎样车怎样驾走 没有 就现在很多偷车 都不需要厕所时的 对吧 现在应该很难偷车的 以前就是被人偷走了 是吗 十多年前了 可以透露一下什么车 以前真的是做 以前我真的是做 拜加之的时候 就是大学 没有大学 就是中学 考了来生就 驾一辆Honda Civic 就是一辆百多千的车 十多年前Honda Civic 算很不错 十多年前百多千 是 OK 他人生经历过很多东西 真的 真的很多东西 以后要听的话 直接可以去他Podcast 去他Podcast 我觉得他的故事还比我们精彩 我们这种烂透 我们是什么故事 在讲着你们这个Podcast 有在深入的讲你们两个自己的东西吗 就是试看再来一次 你们两个 时不时 好像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们讲压力的事情 对 就真的是聊比较深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为什么我很压力 哭是不会 因为我很难在镜头前面哭 对 Coby Bryant死掉的时候 我一直想一直 我流泪 我没有流泪 可是我已经瀕临流泪了 然后我以为我跟他录Podcast 讲Coby Bryant的事情 我会流泪 结果没有 我觉得在镜头前面 是要真的很 很自在 不是 因为我对我来讲 我怎样我会 我会蛮 在意镜头 就是I know that 有一个镜头在前面 所以我会没有这样容易 做到真的是非常自己 你要知道我 可能要看你Podcast 是因为镜头不是镜头 是镜头前面的人 他们是人来的 所以我讲Sean有偶包 很久没有讲他了 偶吐了偶 他真的有偶包 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还好 一开始他真的有偶包 我觉得我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做 反正不用紧的 你多讲都可以剪的 他不是Live 可是我觉得 要对自己讲过话负责 很多时候Podcast 这种东西 你真的是讲过那一小 因为OK 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经历 就是有一个人会来 比如说DM我 他就跟我讲 你讲在Podcast 讲这个 这个 然后他对他影响很大 然后其实我回想起来 我只是讲一句很短 然后我也没有说很 故意要去讲的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 真的是会有影响到人 我要抛书 说者无形 听者有异 OK 好了 我看今天这集也差不多 你觉得什么漏掉了吗 要补了吗 孩子几时出事 对 一个好笑的东西就是 他老头这样乱 他的孩子竟然在Apple Food出事 预产是这样子 可是现在Gentle还真的不懂 还久了 其实现在五个月 因为我不懂上的时候会几时 下个礼拜就上 没有人上了 没有 这样快 我们就不是 马上录马上上了 有效率 没有我们之前就已经停 三个礼拜多 我们不能再停 忙也是好事 OK 不是忙 有一点点 OK 我们忙个这个 我先补一下我的Podcast 我暂时 他们会问我 你是不是想要邀请谁 然后我就想 先暂时不请任何人 因为我想要多分享 可是当有一天我闷的时候 我才请 我们再分享Podcast的东西 可以 因为在这个中文 我们为什么 OK我讲一个 可能你会觉得很cringe 可是我觉得是真的 是因为 我准备好了 OK Astro问我为什么要做中文的时候 因为我们觉得 中文市场只有敦伟跟Sean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要 没有 我们觉得我们 应该要一起去推这个 就是讲潮流 生活 这个东西 潮流的确 因为中文Podcast 马来西亚也是很多 有 有 就是 不是讲潮流 不是讲潮流 对 开箱达人 开箱凡人 sorry 开箱凡人 但是你的这个Podcast 是一个星期两集吗 还是怎样 我会一次性录几集的 然后 怎样上是由我们的干爹去分配 对 他们到时候就是 就没有像你们 要这样做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我蛮幸运 OK Cue一下我的拍档 看一下 你录了几集 我暂时录了三集 你看三集就干爹了 我们几次都要干爹 没有我应该是在讲 有干爹才有三集 如果干爹没有找你 你会去拍这个Podcast 对 我录了一个 关于我本身一个梦想 就是我本来就是 我一直跟我老婆讲 我很想靠嘴巴来吃饭 每个人都靠嘴巴吃饭 对 靠嘴巴去赚钱 靠嘴巴去赚钱 对 因为我第一次Share Talks 在大学 然后我觉得 那时候我觉得我表现不好 因为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我这个老婆 我对不干镜头 我会很硬 我会觉得下面的人是空到完的 然后你自己讲什么也不懂 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 否则我不是讲要拿来赚钱的一个东西 我是想要用我本身的想法跟经历去 share to everyone 可是我觉得讲你是敢讲的 只是你还没有习惯有听众或者是有舞台 那时候就是我这个想法 我觉得真的做了 我耿耿于话很久 你叫我现在去讲一个TED Talks 10分钟 我应该也是会紧张到懒 我会紧张 因为我 OK大学我算是还蛮会讲话 属于会presentation的那种人 out going 我不会去 就班上多人 30多人看着我讲话 不好意思还好吧 我就讲吧 可是你的YouTube就几万人 不一样 你试看现在Podcast 有100个人坐在这里讲话 那感觉很不一样的 你会受那个现场的氛围压力去 就觉得我会不会讲的不好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你要K一下他们的那个 就是当下他们在想你的 互动还是什么 讲的东西 会紧张 OK OK 算已经打眼色 算了 算了 我没有打眼色 路最久是谁 我吗 没有 我们有路过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 谁 忘了可能是T&T他们 还是Daxson 一个人一个半小时 不是因为其实当我们请四个 就是有两个嘉宾 两三个嘉宾的时候 就自然会更久讲到来 不然就会很千白带过 我觉得这次我很爽是 我可以讲多 每次都有时候上电台访问 讲一下 现在我们要进入新闻 那什么 结果一个小时的访问 剩十分钟 就我觉得 这是Podcast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 可以尽情的去发挥 我还是很期待一下 有的没的Podcast OK 今天特别感谢 还白帮之中 重工过来 谢谢瘦虎肥龙 我讲对吗 对 你用广东话讲看 好多谢今次的瘦虎肥龙 邀请我上这么爽的节目 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Podcast 可以在Bilibili 网易云 YouTube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收听得到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 麻烦分享 然后给更多人听 OK 打开小铃铛 把铃铛按下去 OK 我们下个星期见 Bye Spotify YouTube 那些你没有得讲 因为你们就只有在 什么App Shotcast 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App